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7月20号的时候 发布了一个65W淡花加充电器的横屏的视频 有不少小伙伴看完之后 对各项综合指标表现得都非常好的 白牌的充电器非常的感兴趣 私信我问这个充电器哪能买得到 其实这个厂家它只在国外有销售 国内没有任何的销售渠道 甚至连淘宝店都没有 最近他们告诉我 他们接到了一个大批量的订单 也就是大货 可以多做一些给那些有兴趣的小伙伴 于是我就帮大家要了100个 这不这个快递昨天才收到 我就马不停蹄的做了这期拆解的视频 看着鸡水这么用心的份上 大家给个三年不过分吧 好了咱们闲话少讯 马上开始今天的主题 我们这次拿到的这个产品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次的包装呢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接下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次的包装非常之简单 简单到有点简陋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包装 里面呢就是充电器的本体了 大家看呢 这次外观呢跟上次都差不多 那只是稍微多了一个logo 大家应该能看得到 那这次呢这个产品呢 他们说是出口的 英国的 其他的基本没什么区别 由于之前已经测试过了呢 这次呢就不给大家再重复测试了 那这次呢 咱们主要给大家拆解一下 看看它里面的材料 跟做工 是不是说的那么好 好 这次封口的部分呢 采用了传统的超声波焊接 非常非常之难拆 要是费了好大的功夫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主板 我们现在拿出来 再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主板呢 是被整个的这个硅胶 所填满覆盖的 是灌胶的一种操作 它可以起到一个 均匀散热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导皱硅胶 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掉 净点完成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整体的结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的呢 就是它这个M8的变压器 旁边呢 是四颗高压电容 那整个板子采用呢 是一个两个副板 跟一个主板的结构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板子的结构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PCBA采用的是 时下主流的高频QR 反击拓普开关电源结构 前端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压 再由多路独立降压 洗衣芯片控制输出端口 好 那我们接下来分开讲一讲 每个小板的主要零件 跟参数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输入端的小板 这有两颗非常大的整流桥堆 型号是RSMB40 两颗并连 那这样呢 它可以起到更大功率的作用 那这颗黑色的呢 是一个一直浪涌的电阻 规格为3D-7 在它旁边呢 是一颗磁环电感 主板输入端 一个方形的保险丝 规格为250V 3.15A 环性电感跟X电容组合 很好地抑制了传导跟辐射 达到了国内认证的要求 主板前端四个非常大的电解电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品牌是创意星 规格为400V 33V 四颗高压电容 规格是一样的 加起来呢 一共是132V 这里面呢 还有两颗固态电容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中一颗呢 是倒下来的 那上面呢 套用了一个套管 主要呢 起到了一个隔离的作用 那这样呢 是可以达到认证的要求的 因为初级跟次级的距离呢 是不能太近的 那它们均来自ST 规格为25V 330V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这是一个PWM的主控芯片 采用了茂瑞新的MK2697 封装为SOT23-6 这是专门为PD快充应用优化的 QR PWM控制器 该控制器的VCC电压非常之宽 为9V到90V 可以很好地覆盖PD和PPS 从33V到23V的输出范围 而并不需要额外地使用辅助饶阻 或者是线性的静压性动 而这个芯片呢 使用了茂瑞新自主支持产权的驱动技术 同步优化了初级跟次级功率管电压硬力 高达200KHz的工作频率 是一种支持高频小体级的PD快充电源设计 那后面这颗比较大的方形呢 是我们的淡化加MOS 这颗芯片呢 来自英诺赛科 型号为IGC6201 封装为8x8的QFM封装 其内部集成的驱动器 内组为300毫欧 这个是输出的同步整流IC 型号为MK91808 这个输出的整流MOS来自于微照 它的型号是VSP003N10HS-K 初级跟次级之间呢 是有一颗贴片的外电容 主要起到了一个抗干涨的作用 它的规格为400V102倍法 与外电容并联的是光电偶合剂 型号为OR1008 它主要应用于输出电压的反馈 好 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输出的小板 那这个输出的小板呢 采用了两路降压的协议电路 拥有两颗磁环电杆 分别呢用于两路的降压 两颗电杆下面呢 有一片薄薄的麦拉片 它主要呢起到了防止碰撞和短路的作用 那这个工艺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在麦拉片的下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SA 那主要是控制USB-A和中间的这个Type-C的接口的一个控制芯片 来自于富满的XPD-767 封装为SOP-20 这是一个高启充度的双口快充充电加协议的芯片 支持双路独立线流 旁边这颗呢是控制Type-C-A口的 就是前面这颗的降压协议芯片 同样呢是来自富满 型号为XPD-737 封装为SOP-8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小板正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一颗同样来自ST品牌的固态电容 规格为52V 220V法 分别用于两路输出的降压滤波 正面的这两颗芯片呢 是两路的输出控制芯片 那型号不是一样的 都是来自新坛V 型号呢是NDP-1460 封装为QFN5x5-20 那这两个芯片呢也是目前市面上运用最多的主流控制芯片 用最大6A的输出电流 内组为14毫 好处呢就是集中度高 效率高 体积小 OK好 我们现在已经拆解完成了 给大家总结一下 从拆解来看呢 我们这个PCBA的布局跟工艺呢 都是符合国内的认证标准的 那体积在大小呢又非常的合适 那从而实现了更高的一个功率密度 那充电器的内部呢是基于市场主流的高频QR 反击拓扑的结构来开发的 ACDC部分呢采用了茂瑞芯搭载英诺赛克的淡化夹方案 而二次线埃方案呢采用了两颗新摊威的控制芯片 跟两颗富满的协议芯片 从而实现了单C口盲叉6数挖输出 和多口功率智能分配 整体来说呢产品的外观跟用料呢 都是非常讲究和扎实的 非常值得推荐 那么这次厂家承诺7天无理由退换 那么如果非人为损换呢 一年之内免费换新 我会在这期视频的说明跟评论区 放一个20块钱的优惠券 跟它的购买链接 最终到手价是79元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了 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期视频呢 对大家选过充电头的时候呢 有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大家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那麻烦给三连 你的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YouTube小伙伴呢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 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推送 感谢大家收看 金水神秘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再见